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印度组织了一个就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这种海上的军事演习 叫米兰2024 这个米兰跟意大利的米兰跟踢足球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印度语里面是会合的意思 也就是2024各国海军在这里的会合 他邀请了58个国家 那有35艘的舰艇参加 就这些50多国家里边 而且这些国家里边包括了美国和俄罗斯 很多人说美国和俄罗斯现在关系很僵 他们是对头 他们都能参加这样的演习 为什么印度不邀请中国参加这样的演习呢 是不是要拉着这些国家来对付中国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看一下 就是印度在这次演习中是东道主 那么东道主呢 就要把自己的海军啊 这个军事力量要显示出来 所以呢 他有两艘航空母舰来参加 而且还有大量的这些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要参加 而这里边呢 就是他的两艘航空母舰是最显眼的装备 最大的平台 第一艘呢 叫维克拉玛迪亚号 这个呢 是从这个俄罗斯啊 就是格尔什科夫元帅号的 这样一个4万吨级的 造了一半的啊 这个旧航母呢 继续改装给印度装成的 上面呢 全都是配载的米格良九 这样的舰载机 就全是俄制的 所以呢 这些装备都源于俄罗斯 那你不请俄罗斯来参加 那不合适啊 所以要请俄罗斯参加 那第二艘航空母舰呢 是叫维兰特号 这个是印度国产的航母啊 建造了十几年 这是印度引以为傲的一艘航空母舰 虽然只有4万吨 但毕竟是国产的 但目前呢 搭载的舰载机 还是米格良九 它是准备呢 从法国引进 就是阵风这样的飞机来当舰载机 当然在这个前期呢 美国也想向它提供超级大黄蜂 但是必须有弹射器 这个航母呢 是滑越起飞 所以不能用美国的这个舰载机 但是美国呢 又向印度提供了 就是P8这样的反潜巡逻机 美国呢 叫P8A 就是美国的缩写字母 American 就是A 那给印度的呢 是P8I I就是India的第一个字母 I 所以呢 你用了美国的装备啊 那你用人家的这些装备 来参加这样的演习 搞军事行动 那你能不请人家来参加吗 所以要请啊 这些国家来参加 那为什么不能请中国参加呢 因为如果中国也派出航空母舰来参加 这一下就是把印度的航空母舰就比下去了 因为中国现在国产的航母 山东舰排水量达到了6万吨 而印度的国产航母只有4万吨 是搭载了这个24架飞机 而中国的这个山东舰是搭载了36架飞机 而且中国的航空母舰完全是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建造出来的 那印度的航母呢 它的这些舰载机目前是进口的 包括直升机也是进口的 雷达用的是以色列的 这个舰炮用的是法国的 那还有很多的装备都是源自国外的 那你和中国的这个完全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建造出来的航空母舰 没法比 从排水量还有作战性能 还有搭载的舰载机都不能比 所以中国不能派航空母舰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就其次啊 就是中国有075这样的两栖攻击舰 075型的两栖攻击舰也不能派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前呢 这个俄罗斯想向法国购买西北风级的两栖攻击舰 但是被美国知道以后呢 美国就压迫法国 说你是北约国家 可不能向俄罗斯提供这样的 西北风这样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啊 所以这个法国只好屈服 把这个跟俄罗斯的合同给撕掉 然后把造好的这个西北风级的两栖攻击舰呢 卖给了埃及 那如果中国把自己啊 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造的 075型的两栖攻击舰就是海南导号 那如果参加这个演习 那就是俄罗斯很尴尬啊 你看自己还要向法国买 最后没买成 而中国自己建造的给开来了 所以不能派两栖攻击舰去 那就再求其次 派导弹驱逐舰去吧 因为美国这次派的也是一艘导弹驱逐舰 是阿利伯克级的 可是如果中国把自己国产的万吨大驱啊 就是055型的南昌舰啊 比如说派去了 那又让美国很尴尬啊 因为他现在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从吨位上讲 不如这个就是我们的055型的大驱的吨位大 那他从作战性能上讲 那中国现在055型的导弹驱逐舰是半隐身的 他没有这种功能 那现在这个055型的导弹驱逐舰既可以防空 又可以反舰 还可以反潜 还可以对陆攻击 那这个性能一点也不比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差呀 这是在西方国家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北约的国家的严密封锁下 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 那你现在开着这样的驱逐舰去 来参加印度的演习 把美国的军舰都比下去了 那美国的颜面何在呀 所以也不能派导弹驱逐舰去 那就再求其次 派054型的护卫舰去 总可以了吧 还是不行 因为从这个中国海军呢 参加雅丁湾护航以来呀 已经15年了 就是连续不断的15年了 就是打击海盗这样的 行动 可以说是最弱的这种 非战争军事行动了 中国都是派三艘军舰 一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还有一艘补给舰来参加 这15年了 那你现在拿着一艘054型的导弹 护卫舰去参加印度啊 就隆重邀请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演习 那你的兵力连打击海盗的兵力 都不够都不足 那这不是不给印度一点面子吗 对吧 所以也不能去 那只要中国的海军去参加这样的演习 或者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派什么军舰都不合适 所以呢就没法参加 那鉴于这些原因呢 我想印度不向中国发邀请啊 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